什么才算健康饮食呢 在英国 70%的成年人都认为自己的饮食习惯挺健康 但事实上 在英国人的饮食中 22%的食物都是高糖高脂肪的组成 而人体食物的推荐值只有8% 另一方面 自2000年以来 英国患进食障碍的人数也上升了15% 改变人们对饮食习惯的认知 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这是小胖夏琳 这是小瘦米克 温馨提示 夏琳的嘴角是亮晶晶的纯丁 不是没撒罩的饭粒 24岁的夏琳有282斤 这个体重已经属于病态肥胖了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 夏琳从12岁起就开始暴饮暴食 吃胖后受到霸凌 霸凌后继续吃胖 像是一个死循环 这样的饮食习惯一直是遇到现在 夏琳非常喜欢点外卖 炸鸡 米饭 排骨 炒面 这些全是她的最爱 大分量的食物经常性的加餐 各种各样的零食 夏琳就这样越长越胖 她用体重开启了选美之路 获得过英国最美曲线小姐的称号 但自从三年前生下女儿后 夏琳就决心减肥了 因为庞大的身躯带女儿去游乐园时 她有好多项目都不能陪伴乘坐 这让一位母亲感到内疚 除此之外 夏琳还想生二胎 但上次的分娩过程出现了很多意外 因为体重 她被判定为高危产妇 生产时异常艰难 素质她改变的还有夏琳奶奶 老人家常年受糖尿病困扰 她不想孙女也变得如此糟糕 但目前来看 夏琳患糖尿病的风险 已经是普通人的80倍 这边的小胖还得为饭量大而苦恼 那边的小瘦却根本没饭量 56岁的米克 体重仅有96斤 是个异常干涉的大爷 和外表不符的是 米克是位酷酷的摩托车手 皮衣夹克风驰电车 看起来贼帅气 只是站在同伴之间 他就小得可怜 还经常被车友们嘲笑 所以他也想长胖一点 米克的日常饮食非常吓人 每天暴风吸入24杯茶 每杯还要加5块方糖 其他什么也不吃 就靠茶和糖续命 这样的饮食习惯 已经持续了40多年 怪不得有人说 英国人的成分是100%的茶 米克的亲妻子 非常希望她能做出改变 毕竟这样属实不健康 但她还是失败了 因为米克认为 自己根本不会吃饭 更不需要食物 不知道和夏琳的饮食互换 是否能改变她的想法 在进入交换诊所前 夏琳去美国 拜访了超重肥胖患者玛丽 玛丽重达400多斤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妈妈 但这个样子 却根本无法实现 让同样喜欢孩子的夏琳 很是触动 交换饮食的第一顿早餐 夏琳就拿到了 七杯加糖加奶的茶 其实也相当于全糖奶茶 而米克面前 是大碗玉米碎片 和黄油吐司 看起来分量还算正常 但米克吃了几烧 就开始难受了 吐司更是碰都没碰 夏琳也喝得并不顺利 这些茶甜到发腻 她强忍着才喝了五杯 晚餐时 夏琳面前依旧是七杯 甜甜甜甜甜的茶 米克这边则是大盘千层面 和蒜香芝士烤面包 看着这些食物 她一点想吃的欲望都没 尝了一口就感觉饱了 她认为自己的胃无法接受 夏琳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她鼓励米克再尝试一下 米克很给面子的咬了口面包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夏琳最终喝下三杯茶 这已经是她努力的极限 但她对米克有些不满 因为她觉得对方并没有尽力 米克也有一些无奈 她很想尝试 但她感觉自己的身体 在阻止她继续吃 医生对米克的状态很是担忧 她决定使用震撼疗法 希望促使她迈出第一步 这些就是米克一年能吃掉的糖 足足154千克 而这些糖是到80%的卡路里来源 除了提供能量 她什么营养也没有 这让米克有些震惊 她终于坚定了想要改变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 米克拿了三片吐司和一杯汽泡水 而夏琳在经历了昨天 地狱般的18杯茶后 又拿到了整整8杯 感觉脑子都被糖给塞满了 夏琳生无可恋 米克也很痛苦 她吃了几口就无法下咽 夏琳试图让她多吃一点 因为她自己还在努力尝试 在喝下第五杯后 夏琳终于承受不住了 她跑去卫生间吐了起来 这让米克非常抱歉 她终于意识到 夏琳为这次交换饮食 付出了多大努力 她知道自己没有夏琳认真 但她感觉身体实在是无法承受 夏琳也没有感觉米克在努力 这让她非常生气 毕竟交换机会如此难得 她却并不珍惜 午餐时米克面前再次堆满食物 千层面 薯条 面包 薯片 还有两个巧克力饼干棒 这让没怎么吃过饭的老人家 无从下手 最终 她还是只吃了三口面 一口薯条 一块巧克力 还有一口水 而夏琳这边 头一次没喝一口茶 米克在交换饮食中 依然不够努力 她甚至不相信 自己可以做到 尽管夏琳一直在鼓励 但她还是会下意识地反抗 最后一顿晚餐时 米克得到了超大份烤肉 还有薯条 卷饼 糖果 甜甜圈 夏琳也得到两天来 第一顿固体食物 番茄 培根 三明治 但她一点食欲都没有 成堆的茶也被继续嫌弃 好在米克终于做出了努力 她吃尽了对他来说 分两很多的薯条和肉 夏琳的支持给了她很大的动力 交换饮食之旅 总算有了完美的结尾 离开诊所时 两人都拿到了 各自的增肥 减肥食谱 两个月后 他们再次回来复茶 夏琳现在 每天去健身房 点外卖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她瘦了整整27斤 而米克也改变了很多 她每天喝茶的数量降到10倍 糖也只放3块 食物从清淡的沙拉开始尝试 偶尔还会吃零食 她胖了6.4斤 这对她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 米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忠心祝愿老爷子 越过越酷 越活越健康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